新款iPhone 15系列已经发布了有十来天了 相信已经有不少的朋友都已经上手 尤其是这次的15 Pro机型将快速进行开关 改为了可定制按键 不少朋友对它非常的感兴趣 今天一个简短的视频内容 教大家如何优雅而高效的去使用它 大家好,我是小鹏 这次的15 Pro机型虽然可以让我们自定义快速启动按键的功能 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一次只能设置一个快速启动 这个就有点尴尬了 比如我一直用的快速精英 这样的话 这个快速自定义对我来说就完全没有什么意义了 但好在它也支持快捷指令这个APP 要实现一次显示多个快捷操作 我们需要先去到快捷指令 来到首页 点击右上角的新增文件夹 随意给它取个名字 我们就叫它快速启动吧 OK 这样完成以后 文件夹这里就可以看到它了 再次点击进入右上角加号 新建快捷指令 比如我需要快速打开相机 这里就选择打开APP这个操作 在APP这里再次点击选择相应的应用 选择相机就可以了 好,顺便把名字也改一下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你之前建立好的快捷指令加到这个文件夹内 比如我之前一直用的闪电胶囊 长按它选择移动 文件夹选择快速启动 或是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开始录音 一样把它也移动到快速启动这个文件夹内 另外这里多说一句啊 由于快捷指令无法直接控制来电精英 所以呢 这里我采用了另一种方法 就是专注模式来控制它 这里我们需要创建两个指令 一个是打开误饶模式 方便我们一键精英误饶 另一个呢 就是把它关闭 恢复正常的来电机型 OK 这样完成以后 接下来再来到设置 进入操作按钮 找到快捷指令 点击显示文件夹 再选择我们刚才在前面新建的那个叫快速启动的文件夹 OK 我们来试一下 很好啊 非常nice 你们也一定注意到了 它现在一次只能显示八个快捷指令 同样你可以不用新建这个文件夹 可以选择所有的快捷指令 也可以 不过你需要重新把快捷指令这里排列一下次序 因为它只支持前八个 OK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本来可以一键启动 现在要多选择一次 我相信后续的iOS更新 有很大几率会把这个可自定义的这个按键 更新为长按和短按 或者两次和三次短按分别对应不同的快速启动 有点类似辅助功能里面的快速敲击背面 两次或者是三次来达到快速启动的功能 不过它并不好用 非常容易误触或者是触发不了 但按键这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好了 以上就是关于iPhone 15 Pro自定义操作按键的一些设置小技巧 如果你也知道一些好玩的操作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你的留言非常重要 我是小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